蓄水20年 鱼王到处游 禁鱼政策下 三峡水库的鱼现在有多大 20年前 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三峡水坝正式建成 伴随着水库的首次蓄水 三峡地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泊 在这20年里 三峡水库不断满散 且实有小规模扩建 如今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多平方公里 由于严格的禁鱼政策 水库里的各类鱼活蹦乱跳野蛮生长 巨型鱼王层出不穷 作为举世瞩目的特大水利工程 三峡水坝施工的每一步都是甚至又甚 水库蓄水也是如此 前后历经三个阶段才算最终完成 2003年6月 三峡水库进行了第一次蓄水 因为是首次尝试进行工程应用 为了稳妥起见 这次水位紧到135米 6年之后 水库运行一切正常 第二次蓄水计划随机提上了日程 2009年中 三峡水库再度饮水储蓄 水位比上次提升了将近40米 这次蓄水工程依然是实验性质 水位尚未达到最终的标准 直到2010年第三季度 三峡水库的最后一次蓄水工作圆满完成 自此 一个平均水位175米 表于面积1084平方公里的巨型人工水库 正式筑立在了长江的三峡地带 蓄水成功仅仅是第一步 想要让三峡水库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还得想办法增强库内储水的水活性和自经力 这样人工存水才不会变成死水 为了让三峡水库里的水尽可能的流动 水利专家们设计了一套仿天然的疆域水文环境 模拟自然生态循环下的水网系统 虽然依然有大量淤泥污染物存在于水库内部 但三峡水库整体而言 水环境状态比刚建城市好了不少 地方政府为了维持住三峡水库的良好生态 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政策 防止人工活动干扰水库的生态内循环 当地工业用水 生活污水排入水库 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捕鱼活动更是被坚决禁止 由于禁鱼令执行的十分严格 三峡水库里的各类水产除了生物天敌 再也不用担心突然丧命了 如此一来 站在该人工水域里生物链顶端的大型鱼类 直接撒花吃自由长 能长多大就长多大 就这样 三峡水库里的鱼越来越多 越长越大 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鱼库了 那么这里究竟有多少鱼类在生存 其中块头最大的鱼王 又会达到怎样的惊人重量呢 三峡水库最终建成并蓄水完毕后 库戎达到了将近400亿立方米 如此惊人的蓄水量 足以让近百种水产 找到自己在水库生物链中的位置 三峡水库里有多达几十种鱼类 其中四大家鱼数量最多 所谓的四大家鱼 指的是鲤鱼 青鱼 草鱼 莲鱼 这四种被大量人工繁育的可食用鱼类 在三峡水库中 青花鱼家族的子孙最多 大概占据四大鱼种总数量的40% 这些鱼在水库里的日子 可比鱼塘同胞们舒坦多了 不用担心被捕捞 被端上人类的餐桌 三峡水库里又有大量小鱼小虾 可供食用 几乎每条大型鱼 都可以活到自然捞死 鱼类这种生物 是活得越长 块头越大的 因此老年鱼遍地的三峡水库 也是无数大鱼的诞生地 因为内部严格禁止捕鱼 三峡水库里的鱼网 究竟能达到多大重量 我们只能通过外围 或周边地带打捞上来的大鱼 推测估算 2005年 三峡水库第一次蓄水完毕的两年后 当地渔民在水库附近的一处江流之脉 捕获了一条巨型青花鱼 这条鱼长度相当于一个 男篮球运动员的高度 体重达到了惊人的200多公斤 要知道 一名成年女性的平均体重 也不过是50公斤左右 这条青花鱼竟然相当于4个人的重量 如果渔民在江面上 和这条渔王狭路相逢 别说捕鱼成功 恐怕渔船都会被它掀翻 这还仅是第一次蓄水后诞生的大鱼 随着三次蓄水顺利完成 三峡水库的鱼块头是越来越恐怖了 2014年 一位渔民在三峡水库的上游流域 捕捞到了一条巨型翁鱼 这条大鱼体重超过了150公斤 要知道 翁鱼的极限生长能力远不如鲤鱼和草鱼 该翁鱼能长到这么大块头 可以说是渔王里的传奇了 次年 在同一片水域里 又有一位渔民捞到了一条160公斤重的巨型鲸鱼 可怕的是 根据鱼骨测算 这条大鲸鱼的鱼鳞不过相当于人类的16-17岁 它如果顺利长到成年 到了寿终正寝时 体重还能翻一倍 三峡水库周边水域的漏库之鱼们 块头都是如此惊人 在水库里自由自在野蛮生长的各类渔王 能达到多少重量 实在是难以想象 说到这里 想必许多饕铁客的蝉虫已经被这些大鱼给勾起来了 三峡水库里任何一条鱼王要是能够捕捞来吃 都能让一户人丁众多的大家庭吃上个十天半个月了 可三峡水库里的大鱼们真的是很好的可食用鱼吗 除了禁鱼政策的影响 当地老百姓不吃水库的鱼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事实上 三峡水库里的四大家鱼不但做不了好菜 吃了反而很有可能中毒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鱼种以及水库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我们日常烧饭做菜使用的鲤鱼草鱼等河鱼 基本都是养殖鱼 而三峡水库里的不少鱼虽然和养殖鱼是同一个物种 但都属于野生鱼 不同于饲料未养大的肥瘦养殖鱼 江河内的野生鱼肉质又紧又柴 口感很差 除此之外 这些水库鱼王体内蕴藏的毒素也是不能食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地方政府多年努力 让三峡水库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很多 可某些库内区域的水污染还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一条鱼王不巧是在污染严重的水域生活 那他肯定已经在生长的过程中 吃掉了许多水里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质了 鱼王的块头越大 说明他活得年岁越久 那么相应的他体内蕴藏的毒素也就越多 如果哪个吃货非要试试三峡水库里的鱼王不可 他很可能享受不到美味佳肴 而是直接被鱼肉给毒死 到时候大块朵移不成 反倒一命呜呼 就真成了一个馋死鬼了 生物健康是衡量一地整体生态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 鱼类体内蕴藏的毒素足以毒死人 说明三峡水库某些地域的水温环境早就不容乐观了 那么这些区域的水环境污染 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中央水利研究机构的抽样调查显示 三峡水库如今有将近一半的水域 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其中4%的区域已经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级别了 而三峡水域的两大水环境顽疾就是负营养化和垃圾污染 三峡水库的储水里一共有60多种藻类生物 是长江流域的一倍有余 且藻类生物的覆盖率和密度也远远超出了常规标准 造成这种严重负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就是三峡水库上游合域的工业排水 虽然当地政府对工业用水排向水库做出了严格的管控 可库内储水毕竟不是死水 是始终流动的 上游的工业排水顺着水循环系统流向了三峡水库内部 又被大坝给拦截 导致没有及时排出 久而久之库内水域的负营养化就越来越严重了 随着上游水域一同流入三峡水库内部的 还有大量生活污水带来的垃圾 固体垃圾可以派工作人员进行专门打捞清理 而液体污染物就防不成防了 三峡水库里各类渔网体内的大量毒素 基本全都来源于此 说来说去啊 三峡水库生态环境的症结 还是在上流水域的水污染上 如果上流水域的排水得不到有效控制 江水持续污染 三峡水库的整体水环境 很难得到彻底的进化改善 好在近些年呢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行动 狠抓上游水域的治理了 相信终有一天 三峡水库的储水会变得清澈无比 你觉得三峡水库最大的渔网 会有多大的重量 库内的水域 何时能达到完全健康的状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讨论